你現在看的是大爆死 歡迎回到大爆死的時段 又到了我最喜歡的片種的時候 就是今個星期買了些什麼 為什麼我喜歡這個片種呢? 因為剪得最舒服 又不用很多參考 講很多話 我自己拍得最舒服、最輕鬆 因為其實我拍很多開箱 做一定程度的研究 就是不敢說很多 找一下圖、找一些資料 講一下 變相幫我的工作量比較多 拍這些 開一下、抽一下東西 今個星期買了什麼這些就最輕鬆 我覺得 好,那不要說那麼多廢話 看看今個星期買了些MOOSE 先先就這兩隻ACYTRAP 就新鮮滾熱辣出 我拍片的這一天也是Ultraman Z的大結局 這隻Ulutra Manzido 跟之前有什麼分別呢? 它是多了一個紅色眼的頭 其實如果你之前要有紅色眼的頭 要上海限定版的才有 但是這一盒普通版已經有了 不過就閹割了死光的效果 如果買了舊版一隻眼光色的朋友 我覺得這隻是值得入的 跟著 Ultraman Z Alpha Edge E-D-Z-E Edge 其實我到這一刻都不明白 為什麼官方字幕會譯作 什麼? 阿爾法裝甲 Edge 明明是圓邊 即是去到邊皮的位置就叫Edge 為什麼會是裝甲呢? 有些內地字幕組譯作 阿爾法離印 我都可以接受 因為印的邊都是一個Edge 所以我都可以接受 但是我就極不明白 為什麼反而官方那個會譯作裝甲 即是一頭霧水 這個翻譯 這盒是兩塊半水 真是很划算 這盒 我忘記了 這盒反而要三百多元 好 接著有DC Multiverse Batman 這隻就是Flashpoint的版本 其實中之人是Thomas Wayne 就是Boost的老爸 是另一個平衡世界版本的Batman 同樣是DC Multiverse的 有這個Bat Cycle 這個蝙蝠電單車 有人說笑這麼說 其實像老鼠也有一個蝙蝠 現在這樣看其實也是 最大的問題是 它的車主是未出的 它的車主不是他 它的車主是另一隻Death Metal的Batman 那隻好像差不多要1月才派 車就留在派的時候才拍片 這隻會拍的 那這隻Spawn Mandarin Spawn 這隻我都會拍的 其實是麥法蘭的一條Sun Line 叫Go Label 就是一個金色的Label 顧名思義 到時候拍片的時候 再告訴大家 究竟Go Label 和普通的DC Multiverse 又或者它出其他7吋系列 有什麼分別呢 到時候再和大家聊一下 這隻很棒 Square Enix 出的 Variant Brain R 是一些重新設計過的Marvel Heroes 這個設計我覺得有少少介乎 電影版和漫畫版之間 這隻東西是這樣的 好像很多部分 後面是這樣的 好像可動都相當不錯 這個我都會開箱的 這盒東西都OK貴 這盒東西差不多要730元 哇 就是 我拍片這一刻 我是還沒開的 我還不到給你聽它值不值 不過大家可以留意一下 這兩隻超值得的 大家預約 2.86元左右 貴極都是兩口水而已 抵賣的 麥法蘭的東西一向是抵賣的 車也是 車低至168 高至218 是這些Range 大家就腳買吧 就不用特別的格價 除了這堆東西之外 我今天還出去拿了集運 好 那集運是什麼呢 哇 近幾十歲人還成為偶像 哇 好漂亮啊 小林愛香之馬筋 那就 哇 你看這個口多大 嘻嘻嘻嘻嘻嘻嘻 那就是 神經病 這個是在Sony官網購買的格式來的 那這三個就是File Set來的 那這些File 就一設兩個啦 正面就啊 正面就是我老婆小林愛香啦 後面就是她那些 Event 那些Logo來的 OK 好 那跟著就 嘻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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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不是嚇死 是 我開頭嚇死我 看它那麼重呢 我以為它一包齊砌 那我就買10下 就重複到高一高 我幸好是磁石來的 嘻嘻嘻 都還未重複呢 哎呀 但那個問題是呢 我沒有地方撕磁石 爲怎樣不可以好好地出生舍要出磁石呢 那這樣我又放不到樂寶 我又沒有一個板可以攝磁石 要想一想怎樣 目前三飛我都還未重複 黑白上,我經常覺得黑白上很大根 幸好目前五下都還未重複 其實我上次去日本 跟小林愛鄉有一個很近距離的接觸 我們坐同一架電車去機場 我就坐在對面 但我當時又不好意思跟她說嗨 看來有些混蛋 是不是我買10飛 超過9飛就會 齊設給我這麼好人 有些混蛋,還未重複 差兩種就齊了 馬上已經重複了 好,還有兩飛 看看可不可以齊設 嘩,差一下了 差一下了,差一下了 究竟中不中呢 好緊張啊,媽媽 好緊張啊,好緊張啊 YES,停了 開心死呀 YES,YES,YES 讓大家看看我老婆 YES 好,那今個星期買了什麼時段呢 在這裡就接近尾聲了 看看,這1,2,3,4 我都會開箱的 有興趣的朋友可以留意一下 除了這四樣東西之外 我明天應該都會和MK拍一些其他開箱片 大家留意一下 好了,再見 拜拜